这个小视频主要是从网站企业组 网站所有者的角度来谈论一下 如何组建自己的ICU的优化团队 并且如何为了这个团队做一个预算呢 不管您的网站是大型的中小型的网站 还是一个成熟的或者是起步阶段的网站 要定制一个统一的ICU的优化策略 这样的电子营销方案是很重要的 而这样的一个营销方案是需要一个团队 需要员工需要人来执行的 那要是组建一个ICU的团队 一般是需要哪些人员呢 以下的这样一个建议或许对您会有所帮助 首先他需要一个ICU manager ICU manager的职责呢 是进行人员的搭配和工作的分配 那么至少要有一位ICU manager 他从项目的起步 项目的策划 关键词的搜索 文案内容的准备 工作量的分配 以及工作的执行 ICU的监督 以及ICU项目的反馈的情况 作为一个总结和汇报 所以ICU manager的职责呢 是对于整个流程有一个统一的把握和掌控 不管这种工作方式是一种remote的工作方式 还是在公司里面做一个全职的员工 但这样的工作的内容和性质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除了ICU manager之外的话 他还需要一些ICU的操作人员 操作人员如果按照贵公司 有多语言版本的网站的话呢 他至少需要一个英文文案的写作 那么这种工作方式呢 可以是freelancer 也可以是全职的员工 另外如果网站有其他的外语版本 那么他还需要一个外语的翻译 或者是这种外语版本的文案的写手 除此之外的话 photo和video的编辑也是很必要的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 以及网站上面的媒体 很多都是以多媒体的形式 像是图片和视频的方式 甚至是音频的方式 对外进行宣传和传播的 所以他需要一个photo和video的editor 那么这种工作方式呢 基本上也是以freelancer的方式 还有呢就是influencer 我们大陆就说他是网红了 网红的话有大网红也有小网红 这需要根据贵公司的预算来进行确定的 那么网红的工作方式呢 也是一种remote 像是freelancer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 那么这些职位适合承担职位工作的人员 往往根据他的能力和技能 会兼任其中的某一项工作 比如说seo manager 他或许也是一个content writer 那么seo manager 或许他也会来制作一些视频 做一些图文的编辑 那么influencer 他本身的话呢 他是一个节目主持 像是一个hoster hostess这样一种工作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他的工作能力呢 或许他也会做一些文案的写作和创作等等 这个呢就要根据不同公司的预算 来确定您需要聘请几个人 并且呢为几个人呢付出什么样的一个工资报酬 那一般来说 那一般来说作为seo优化的专员或者是文案的写手或者是influencer 他们的工资的预算和支付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按键付费 按键付费也就是说写了一个article 做了一个流程图 或者是做了一个视频 写了一篇博客 他分别要支付多少钱 当然现在在市面上 每一个视频博客呢也都有一个平均的一个价位 可以做一个参考 另外呢 他做好这样的一个文案内容制作好了以后 在不同的社交媒体或者是不同的网站的博客上 或者是四级网站的博客上进行发表 这样的话呢叫做multiable posts 他又有一个费用 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按键付费 也就是说按键付费 有的时候呢需要制作一些 这个嘉宾式的这样一种访谈类的节目 他还需要聘请一些网红 那么网红呢 他是大网红和小网红也有不同 所以呢根据这个网红的工作的这个项目 数量多少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工资计算 这都是按键付费的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按照项目的固定价格来付费 比如说我要对这个网站的某一个方向的keywords 来做一个关键词的搜索和研究 那么我就这个项目呢 发包给某一个固定的SEO的专员 看看他的这个固定的价格是多少 如果说双方能够确认的话呢 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去付费 这是一种支付的方式 像这样的项目呢 往往偏向于一些 比如说你需要雇用这个网红 需要专门的人员呢 来帮你进行搜索和筛选 以及确定 制定联络好这些网红的一些工作 那么这个本身呢 就是作为一个project 来去进行安排的 或者说呢 你需要对某一个市场 作为一个调研 那么你这个 对于亚洲的某一个国家的市场 那么做这种market research 也是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一个project 你把它呢 给它分离开来 然后按照一个一个的project来付费 这是第二种支付方式 那么第三种支付方式的话呢 就是按照工作时间来付费 工作时间来付费 比较适合一些 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些职位的工作 像是SU manager 你要是聘请他的话呢 应该是支付一个固定的一个工资 当然目前呢 我一般接的一些大货小货都有 所以我的工作的时间呢 可以分配的 目前的话是每天可以抽出 两到四个小时 如果做全职的话呢 我现在的时间精力的话 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工作 在进行当中 所以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调配 因此对于按照时间付费的话 这样一种模式 也是要根据公司的一个运算 来进行确定和安排的 希望这样一个小时评 对于归公司 网站企业组 想进行SU的人员分配 和SU工资的一个预算 会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还需要其他更多的信息的话 也可以通过谷歌 Youtube上面进行一些更多的search 你还可以找到一些信息 然后再做一个比较和整合 最终呢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 一个费用的预算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